今天我们来做腐竹 6-7根的腐竹 几成小段 用清水浸泡半小时 或是先浸泡再几成段也可以 泡好之后 控干水分捞出来备用 两个鸡蛋较匀 胡萝卜一根 洗干净之后 洗刀切成三段 改刀成零形片 青辣椒一根 辣椒籽去掉 米粉为二 切成段 装盘备用 蛋液倒进一副竹中 再加两勺淀粉 让蛋液过满腐竹 比日常炒菜时多放一点油 加腐竹 小火慢慢颠倒几步金黄 孔油捞出 直接用煎腐竹剩下的油 加两勺皮鲜豆瓣酱 炒出香味 倒入配菜 炒到断生 再倒入腐竹 继续翻炒 尝一尝鲜蛋 可以再补一点盐 出锅 香香辣辣的味道 腐竹表皮焦脆 那里柔软的口感 一碗菜以下三碗饭 一点都不夸张 先来无事试一试 我们下期再见